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Hi-Fi發燒台 又和大家去家訪 今次和大家去家訪這個環境 我就覺得很舒服 未看機主到音響之前 先看看其他玩意 好像一缸的海水雨 我覺得真的相當漂亮 原來下面還有很多設備 來監控這些水質 難怪這麼漂亮 另外機主也好喜歡組模型 這些汽車的模型 全部都是機主自己親手組 原來還有一個地方 專門為這些模型去噴油 好了 不說那麼多 去片 一開始和大家說到機主的環境很舒服 就是看機主的擺設 和柔和的燈光 已經可以令我很快 投入到音樂了 不過有經驗的發燒 可能都會覺得 機主聆聽的位置 不是很理想 一邊喇叭就很近這個玻璃 而另外一邊喇叭 就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完全都不對稱 不過我在現場聽到 人聲的聚焦都很好 在一對喇叭正宗的位置 而且口型高度都很適中 一聽就知道花了很多功夫去調教 就好了 未和大家分享機主調教心得之前 先介紹一下機主的器材 黑膠唱盤就用了來自 斯洛文尼亞的Kuzma 型號就是這個Reference 這個是皮帶帶動軟盤設計的黑膠唱盤 唱片就是同廠的Four Points 而唱頭就是這個Kia Audio 唱頭放大器就用了Burn Master 100 CD機就用了ARC CD9 機主有用了這部機的數碼輸入去玩全流播放 前級就是這個金桑子的C-3850 後級就是一對大家看到的湖水藍錶 一定認得出的物景圖 這個型號就是MC1.2KW 電源處理器就是PS Audio PowerPack 20 最後一關的喇叭就是Sonic Fiber 叫Mona的Elepser 喇叭就用了Tile Lab 記住另外有玩家庭影院 所以它的中置喇叭都要用Sonic Fiber 那天去到聽到這套組合的聲音 完全不是我先前預計的聲音 不會太過重個別品牌的廠聲 聲音都很柔順自然 令人聽得很舒服 人聲口型適中 而且不會太過強烈音效感 不過要發威起來一點都沒有問題 還有聲音完全沒有因為左右不對稱 而搞到不平衡 總之坐下就很舒服 開心心地聽歌 當然聽到這麼舒服的聲音 怎樣都要請教一下機主 他的調教心得 還有我也想知道 怎樣解決左右不平衡的問題 機主就相當之客氣 原來他說他只是懂得聽 他自己是不懂得搞的 原來全靠他朋友幫忙調教 而當日幫忙調教的朋友也有在 我當然不會放過他 一定要問他怎樣調到這麼漂亮的聲音 他就說 這裡最初的時候 左右不平衡都是完全靠這個喇叭擺位來解決的 而且起初這裡低音都有過多問題 低頻真的化不開 所以他就先找出令到聲音不平衡的線材 另外在電源方面 他換入了不同的電源插頭 來達至平衡 原來他一向有研究 不同品牌的電源插頭 有不同的聲音特性 有些會多低音 有些會收低音 他就在不同的器材的電源線上高 換入不同的插頭 慢慢試出來去減少低音的量感 當然還有用到不同的箭材乘機 來還原器材原本的表現 最後還有電源處理器 他也覺得聆聽的環境會影響器材的表現 所以喇叭擺位很重要 他覺得音響器材不好聲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推到環境問題 其實這個系統本身不夠平衡 這方面比環境問題更加影響得大 而且他覺得環境不理想 會更加放大器材不平衡的問題 所以他覺得要努力令到這個系統 發揮出正確的聲音 平衡度提升 再加強音質的密度感 環境因素會逐漸減少 今次真是很感謝他的分享 我又學到東西 機主又說到 如果有時他覺得這套機有什麼問題 他都會找回朋友來幫忙 我覺得機主真的很聰明 既然不懂得搞 就找人幫忙搞 就好像我們吃東西一樣 我們是懂得吃 不過未必懂得煮 既然不懂得煮 就找人幫忙煮 好了 今次的家訪就到這裡了 大家記得多些支持HIFI發燒台 多些收看發燒台的影片 還有未訂閱的就快點訂閱 要有你們的支持 我才有動力拍多些家訪片和大家分享 下次見 開啟囉 我og了 b cim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